9月22号清晨 次人屈丧穿上他深爱的白大褂 开始忙碌在工作岗位上 他倍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1999年 次人屈丧出身在西藏日喀泽市 定日县扎西宗乡比利村 距离珠穆朗玛峰仅有49公里 村里的海拔近4200米 2020年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读书的次人屈丧 寒假返乡后未能如期返校 面对学校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学 他因为村里的网络信号问题 险些失去走进网课的机会 然而 在艰难的求学路上他并没有放弃 在风雪中骑着摩托车往返6小时寻找网络信号 每天早出晚归坚持上网课 也受到了外界关注 我就是因为骑着摩托车这样是找巷里就是找网的 有一天我迟到了 那天为什么迟到 江山下雪了 好多社会上的帮助 记者啊 学校啊 还有尤其是我们当地派出所的 来到我们家里就是了解我的这些情况 联系到这个我们向的一个电信工作人员 我一直真正解决了这些网络的一个困难 2021年7月1号 次人屈丧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后 从江苏返回西藏 7月7号正式被平上岗 成为西藏山南建民医院的一名外科护士 他告诉记者 选择护理职业的初心 源于他在14岁时 一次兰尾炎手术的救命之恩 曾经我初医的时候 当时是说是两位医院 在县里查过 县里查过 反正差不多四个月左右 那个日盖子八亿医院 当天就查到了我的诊断 然后第二天就做了手术 医者之内解决了 怎么说呢 我四个月的痛苦 从那次以后 自己的一个理想 或者是一个梦想 就成为了一个医护人员 勤奋好学的次人屈丧 在医院发挥精通 藏汉双语优势 忙碌在配药室 护士台和病房间 他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 获得患者及院方的赞誉 我们都没有在医院 那么容易和医院 都没有在医院 业务上的医院 不得了 就是要是 以后 我们都会在医院 这一切地医域 都没有在医院 今年 这就 花云 都没有在医院 北达 在医院 我们 从医院 作为男性护士 次人驱丧对自己的职业倍感光荣 山南建民医院是其预防 保健 医疗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医院 也是城镇职工 居民 农牧民医疗保险定点医院 医护人员服务的对象也多为当地基层民众 院方更希望能有更多像次人驱丧这样的当地优秀大学生及医护人员加入其中 目前的话我们院有150个子宫左右 其中我们当地的藏族这一块的就是子宫的话大概就有50名 也占到三分之一 我们是其实很希望尽最大的力量吧 解决我们当地老百姓的就医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解决我们当地的大学生就业 也创造一个平台